弟弟被他的前女友各种嘲讽羞辱 身价百亿的我直接给弟弟买来了一辆超跑 苦阿乐先生 恭喜您成为尊贵的兰基伯尼车主 您可以沉默 但是兰基伯尼将为您发言 虽然弟弟苦阿乐早有心理准备 但还是被眼前这辆兰基伯尼给震撼到 半天都没反应过来 我看着苦阿乐微微一笑 三弟 从今天开始 你追不上的女神交给兰基伯尼 记住 我说的是女神 而不是某些歪挂裂造 说到这 我一脸鄙夷的瞥了张家柔一眼 后者却是张大嘴巴 一脸呆滞的看着眼前这一切 他实在想不明白 这个被他甩掉的吊尸前男友 昨天明明都还在场里打螺丝 今天怎么就买上兰基伯尼了 反应过来的苦阿乐兴奋的走到车子旁边 小心翼翼的摸了摸 突然没有任何男人能够抵挡豪车的魅力 二哥 这 这辆车真的是给我的吗 我笑着点了点头 去试试吧 就在此时 张家柔的新男友 吴刚又怒气冲冲的折返了回来 一脸愤怒的瞪着我 小子你耍我 根本就没有催债的找我 对不对 我像看白痴一样的瞥了他一眼 你给我等着 这件事老子跟你没完 说完他来到张家柔身边拉住了他的手 家柔 我们走吧 然而张家柔却是一脸厌恶的甩开了他的手 吴刚 你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 你家根本不是开公司的 你也不是什么富二代 对不对 吴刚愣了一下 随后叹了一口气 没错 家柔 是我骗了你 但那都是因为我太爱你了 我对你的感情可都是真的呀 行了 别说了 我们分手吧 我张家柔最恨你这种欺骗女人的男人 绝对不会原谅你这个骗子 说完他便不再理会满脸呆滞的吴刚 而是静止吵苦阿乐走了过去 而我却在一旁无聊地挽起了手机 哭先生 您这是华为Mate60吧 这么难抢都让你买到了 这不是买的 是我左下角活动免费领的 什么活动这么好 就我左下角游戏的幸福开福活动 厂商为了吸引新玩家 准备了5000台华为Mate60和苹果14放左下角链接礼 给大家做福利 都是全新顶配机 上线升升级就能包邮过来 还得升级啊 我天天加班 没那么多时间 别担心 挂挂机就行 心服注册就送神器上古神剑 自带剑气一秒清平 挂机三天直升500级 领个手机轻轻松松 太好了 那怎么参加呀 点进左下角下载注册 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了 等级一到 苹果华为随你跳 来到了苦阿勒身边的张佳柔 此刻已经是眼眶通红 阿勒 对不起 直到此时我才知道 原来我一直在欺骗我自己 我心中最爱的那个人 其实一直都是你 原谅我好不好 这话听着我都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如此不要脸的女人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苦阿勒也是冷冷一笑 现在的她算是彻底看清了眼前这个女人 更是为自己曾经对她的痴情感到不值 不好意思啊 我也欺骗了你 这辆车你也看到了吧 其实我是一个富二代 说完苦阿勒正准备上车 却被张佳柔一把拉住了 阿勒 带我一起走吧 没有你的日子 我该怎么活啊 苦阿勒却是狠狠甩开了她的手 滚一边去 随即她便上车开着蓝鸡伯尼扬长而去 张佳柔见状哭喊着居然还想追上去 却被我给叫住了 张佳柔是吧 以后离我弟弟远一点 现在的她 你已经高攀不起了 明白吗 说完我也开着我的那辆劳斯莱斯扬长而去 看到这一幕的张佳柔 顿时双目圆睁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这两兄弟 一个开兰鸡伯尼 一个开劳斯莱斯 这你妈哪是什么穷鸟师啊 分明就是两个超级富二代啊 一想到这里 张佳柔更是毁得肠子都轻了 他看着我们离去的方向气的浑身都在颤抖 苦阿勒 你这个王八蛋 原来你一直在骗我 明明是个隐形富二代 却非要在我面前装什么穷鸟师 你这个大骗子 欺骗我的感情 还不愿意对我负责 你这个渣男 我跟你没玩 刚刚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的吴刚 屁颠屁颠的走了过来 佳柔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不该欺骗你 那小子不要你 我要你 我愿意对你负责 然而张佳柔一脸嫌弃的瞥了他一眼 鬼远点 你个死骗子 说完他头也不回的走了 这把吴刚彻底给整蒙圈了 他奶奶的 大家都是骗子 你咋还玩起双标来了 而另一边 我刚回到家就给前妻秦晓云打去了电话 想要约他和女儿一起出去玩 然而秦晓云接下来的话 却把我吓了一跳 什么 你们都在医院 与此同时 龙州医院内 岳父一家以及大舅哥和他未婚妻刘薇 正满脸交集的站在医院走廊上 前妻秦晓云拉着刘薇的手安慰了起来 嫂子 你放心吧 叔叔一定会没事的 刘薇确实摇了摇头 可是 现在光手术费就要两百万 哇 我根本拿不出来 我好恨我自己这么无能 说到这里 他的眼眶瞬间就红了 这是大舅哥秦明哲一脸坚定地掏出了银行卡 小薇 这是我工作以来存的钱 里面有二十万 原本是打算咱们结婚用的 现在叔叔急用 你先拿去吧 刘薇顿时满脸感动 他刚想接过银行卡 却又突然低下了头 明哲 这是你辛辛苦苦攒的钱 哇 我不能这么自私 秦明哲刚想开口 这时岳父秦振山走了过来 丫头 你说的这什么话呢 你可是我未来的儿媳妇 天塌了我老秦家给你顶站 我这里也有十万 你先拿着 实在不行我就把房子卖了 也要给你凑上手术费 说完秦振山也掏出了一张银行卡 看到这一幕的刘薇顿时感动的热泪盈眶 叔叔 不行 绝对不行 这可是您的养老钱 而且房子卖了 您和阿姨住哪里啊 还是我自己想办法吧 说到这里 刘薇咬了咬牙 一脸心痛地看向秦明哲 明哲 对不起 要不咱们分手吧 哇 我不想拖累你 一听这话 秦明哲脸色大变 小薇 有可能咱们一起想办法 你不能逃避 而且我是你未婚夫 这件事我要负责到底 是啊 小薇 你这个儿媳妇我们老秦家认定了 手术费的事情咱们一起想办法 刘薇一听再也绷不住了 捂着脸好好大哭起来 就在此时 我终于来了 大舅哥 嫂子 你们放心 手术费我已经交了 而且我还邀请了京都的一位教授 下午就会赶过来 有他在 手术成功概率可以保证在80%以上 一听这话 众人全都一脸错愕地看着我 刘薇更是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这是一位护士走过来 通知刘薇手术时间已经安排好了 刘薇这才反应了过来 随后他泪流满面地来到我身前跪了下来 十八 哇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哇 一瞬间 刘薇激动地说不出话了 我微微一笑 将他扶了起来 嫂子 咱们是一家人 怎么能说两家话呢 这点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就当给你和我大舅哥结婚的份子钱了 你们千万别见外啊 不然我反而很别扭 这番话把刘薇感动得一塌糊涂 秦振山和刘贵之老两口 更是一脸欣慰地看着我 特别是秦振山 更是满脸骄傲之色 这时大舅哥秦明哲走到我面前 朝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是吧 之前的事 对不起 我真没想到 最后关键的时候 是你帮了我们 你放心 这个钱 我和刘薇一定会慢慢还给你的 我听完叹了一口气 大舅哥 看来你还是把我当成外人啊 秦明哲愣了一愣 反应过来后 他笑着推了我一下 你个臭小子 现在这么懂事呢 来 咱们出去抽一根去 说着他便拉着我朝外面走 男人就是这样 几句话一根烟就可以化解恩怨 看到哥哥和前夫彻底的兵士前嫌 秦晓云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这时秦振山笑着走到了秦晓云身边 秦晓云啊 我看十八真的已经逮过自新了 他现在实在太优秀了 盯着他的女人估计也不少吧 我看你还是赶紧跟他复婚吧 小心被别的女人截足先登了 秦晓云脸颊微微一红 随后又露出了娇称的神色 他敢借他十个胆